黄晓明和杨颖在娱乐圈中可以说得上是一对非常让人羡慕的小夫妻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也很幸福 杨颖自从和黄晓明交往之后 明星之路就可以说是一片光明 随后杨颖也是参加了一档真人秀综艺节目 跑男人气也是暴涨 如今的杨颖身价想必早已经挤进去一线明星的行列了吧 所谓人红是非多 说的一点没错 杨颖走红之后也是传出了一系列的黑料 比如抠图 耍大牌等等 尽管当时黄晓明也是因为护妻心切 也是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为自己的老婆保驾护航 但是还是免不了很多网友 拿杨颖和黄晓明的前任女朋友做比较 想必大家对黄晓明的前任女友都应该比较熟悉吧 秦岚和李飞儿曾经都是黄晓明的前任女友 秦岚也是凭借着颜喜公月饰演复查皇后这一角色再次爆红 从秦岚在参加综艺节目的表现上来看 秦岚是一个非常有自己主见和想法的大女人 并且秦岚也拥有着非常火辣的身材 再说到李飞儿那就是更加了不得了 也是曾经凭借着自己的好身材科技臀爆红整个网络 李飞儿也是属于那种可以靠身材就能合伙的女明星之一 李飞儿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苦练滑冰技术 让人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拿到了冠军 由此可见李飞儿也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苦 特别有主见和有思想的女人 但是黄晓明为什么最后取了杨颖 难道是李飞儿和秦岚这两位女人不好吗 金星却说了这么一番话实在是非常有道理 黄晓明其实在骨子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黄晓明自然会更加喜欢那种小鸟依人类型的小女人 而且还会向她撒娇 杨颖则非常符合黄晓明的择偶观 因为杨颖平时就非常的依赖男朋友 就像个小女人一样 所以说并不是秦岚和李飞儿不好 而是类型不同 虽然秦岚和李飞儿自然不占优势 也是无法做比较的 I wanna take you to a place not verify while i get up 出品了